大家注意看 這個男主角叫做絲絲小可愛 有定義富賓度的人所 實在是很久有夠可憐的啦 沒有出一外的位 馬上就要出一外路 大家實在是太兇狼 都要不聽起來 我在這裡拜託大家聽起來 裡面會固定update 一步還有一步的精華 好啊 這期的影片就要開始囉 好夭壽啊 處處是驚奇耶 他出現一個放保險套的地方 我也不足為奇耶 他很認真 他為了把這些端子保護起來 所以他做了一個護蓋 然後讓你線可以出來 博人性化 尖端科技的結晶 無所不能 無孔不入 刀槍不入 大可不必 大可你知道嗎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你知道嗎 我去跟他講十幾萬是 我幫別人講 不是我要跟他出這個價錢 來看小市長知識 來 這個是業務技巧啊 你知道嗎 客人要跟你談價錢 你不要跟他站在對立方 你要如何跟客人站在同一邊 我跟你講 要模仿嗎 要啊 要模仿 要吧 林津津 我跟你講 這個是這樣子 我也覺得你車很棒 但是喔 你知道嗎 我剛才是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喔 你知道嗎 納字節的車喔 我剛才卡到的 同行啊 他說很重要的啦 沒有便 又沒有便 現在沒什麼要買 你就算 你落在納字節 你現在看有幾台對不對 不是喔 林津津 林津津不要誤會喔 這個車 我是要幫你處理 人家如果要說八十萬 我會一樣跟你報八十 人家說三十 我也是跟你報三十 好不好 大家沒輸而已啊 我們說讚 如果我跟你買便宜 那個錢我賺走 欸 我出去有這麼容易耶 喔 我跟你是站在同一邊的 喔喔 我會盡量去幫你美化 喔 啊 不要覺得我跟你估便宜喔 是我要賺你錢 沒有喔 所以這個車剩二十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輕力的吧 不 別人說的啦 喔 本人說 我轉答 我跟你講 林大哥 嗯 你如果不滿意喔 嗯 我再幫你多打幾通電話 喔 多問幾個 問一個最高的 喔 好不好 你等我喔 喔 檳榔城就出去了嘛 對 客戶自己坐在辦公室啊 檳榔城就跑到後面抽菸 有沒有 我這裡的檳榔粉又吃兩隻啊 看看時間 喔 過十分鐘了 欸 再進來 今天就久等了喔 不好意思 口裡等那麼久 我跟你說 我剛才去後面喔 競尾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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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啊 我剛才去跟我說沒收啦 聽到納智捷就給我住口水啦 是喔 我要打一個號稱 納智捷最強的同行 一櫃跟我說十五萬啦 喔十五萬不用說啦 以後不用來放啦啦 我先給他掛掉喔 尤其是你大哥 我還說那朋友 二十名的朋友 我沒關係 是喔 然後打第三通啊 終於找到台北那邊 有一間也很有名的 欸我亂講的 不要大家網友去找耶 他說這個 車票量的話二十萬 也差不多啊 差不多 我就這樣打打打 我越打越灰心啊 被掛電話被拒絕的啦 把我找的啦 我把他找的啦 這樣啦 最後問問 進風 可能就二十萬錢 嗯 你要不要考慮很好 我真的很努力耶 喔 有沒有 用這種方式 跟客人站在同一邊啊 對 如果今天不是孤車 今天你要賣他的東西 怎麼辦 林大哥 我跟你講 眼睛還要看一下 辦公室外面 沒有我跟你講 我怕我們老闆看到 我要告訴你 據我所知 價錢還可以談 好不好 我今天是看你是練武器材 不是啊 我看你是這個人好相處 嗯 等一下 我幫你去跟客人講價錢 你看多少錢 跟我講一下 我來幫你處理 我跟你講 我的獎金 我都貼下去給你 沒關係 真好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好 不能被同事聽到 大家都想賣這台車 林先生你今天下訂OK嗎 如果價錢可以 好不好 好啊 好 這樣就好 來 Brother Brother 自己的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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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豬油仔 嘿嘿 請各位高台貴手 哈哈哈 跟客人站在同一邊 有沒有 業務技巧嘛 對 你雖然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場 你在跟客人談價錢 但你不可以啊 你跟他站對立面 雅兜修台 這不是你死就我活耶 嗯 所以要跟客人站在旁邊 誒 陳先生 我跟你講 我是看有沒有友人 剛好你姓陳 我也姓陳 這台車我跟你講 我本來要叫我弟弟買 這車礦有不好 真的喔 真的 老闆不賣我 哦 因為你知道賣我們 他比較便宜 不會賺錢 可是喔 我先與其不論價錢 嗯 最後你買多少錢 我可以跟你保證 車礦一定是棒的 真的 這個 我看我們都姓陳 攀關西嘛 要不然為什麼我談業務要攀關西 你哪裡人 台南 喔好巧喔 我跟你講 我以前交過一任馬子 也住台南 台南 我好熟悉的啊 這樣也可以扯一點關係 對不對 還是花蓮台東 哎 台東嘛 我靠你 我啊 我你知道嗎 嗯 百浪 不管怎樣就是要 扯一下 拉近距離 拉一下 對不對 然後再偷偷的這樣 一定要這樣 看一下 要彰望一下 不然被人講悄悄話 看小吃長知識啊 不管你是什麼行業的 只要你要賣東西 不要跟客人站對立面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 搓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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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哎 這個有夠便宜耶 大家你不考慮嗎 我 哎 這個是一路 可以開到你掛掉都沒問題 掛掉它可以送你 上山 誰要開 你後繼無人嗎 後繼無人 不然我幫你開喔 不然怎麼辦 不用不用 不然我們這樣子立下一個 誓約嗎 誰先去誰送誰 送 後面的就送嘛 有沒有 以前有一群男的有沒有 威士忌啊 買起來說 以後這個最後一個掛的人 可以把它打開享用 說最後一個 終於撐到最後有沒有 贏了啦 其他都掛了啊 對 把它挖出來有沒有 打開裡面剩一張紙條 不好意思我先喝了 很多人留言說 我2021年去你那邊 菇的時候他媽都 你都給我爆很低 我跟你講喔 我之前解釋過無數次了 你不用再留這種鹽了 有可能是什麼 我那時候很窮啊 我沒錢了啊 比如說現在啦 人家問說 小師哥 我有一台幾年的 什麼車要賣給你 我總不可能說 不好意思我沒錢 我做生理的人可以這樣說嗎 對啊 那我總是 不然隨便回個價格好了 就這麼簡單啊 我就沒錢啊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已啦 所以不用再留那個鹽了 小師我給你菇 你給我爆好低 那個真的完完全全 我也是人 我不是機器 你如果孤車要孤高 我教你 網路上現在有很多孤車的 像你輸入什麼年份有沒有 還有一些條件 然後他就馬上就 噗 就挑一個數字給你有沒有 有這種網站吧 不是 網站 你去那邊按一定都很高啦 第一個 那個電腦軟體跑的 他有可能每天修正行情嗎 我覺得不可能嘛 嗯 欸 行情現在是 每天在變的呢 前兩天 行雨航空嗎 飆到多少錢 今天多少錢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那每天都不一樣的耶 那個會依照整個市場狀況波動的耶 啊我問你 網站出來的金額 你覺得能聽嗎 第二個 他花那麼多錢做一個網站 他給你估一個時價 估一個泰機 你都不來 他也沒生意做啊 他一定是要先跳高一點 讓你來現場再處理嘛 我30億個客人 把車賣給我也是啊 他說他去某某網站按 按完說他按車 跳出來37萬 去現場跟他哭29萬 他說啊怎麼差那麼多 啊因為你的車怎樣怎樣怎樣 一叉叉快10萬這樣準嗎 啊他不跳高一點你會去嗎 啊我是因為怎樣 我很忙 I'm busy 消費者也很 busy 大家 everybody's busy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我跟你抱很高 然後叫你來給我估 然後估得很低 然後你又跑 啊這樣我很開心 哈哈哈哈 讓他白跑了 哈哈哈哈這樣喔 我不太嚴格 抱低反而好嘛 不浪費大家時間 你覺得太低你就不會來了 你去問他有沒有高一點 有沒有人最近手頭比較沒那麼緊 還有一些 搞不好他最近就缺這個車 他可能會跟你估高一點 啊有可能我最近沒缺這個車 我就跟你估低一點 這講過好多次了吧 好不好 反正沒錢是其中一個很重要 他們說我就沒錢了 所以我在家講話都很小聲啊 買賣嘛 何則來不何則去 一切都是隨緣 那今天這一集的你要賣多少 就已估啦 下次見 拜拜 各位施主 高台貴手 嗯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翁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